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咖喱牛肉汤 这块牛肉已经煮开过一次 也化了一锅清水 那我们放一个葱结 拍一块姜片 大火再煮开它 煮开后 下些料酒 用小火 再煮半小时左右 半小时后我们用筷子试一下 这样用力能够顶过去就行了 那你也可以煮再久一点 但是时间太久 切片的时候容易碎 那我们先把肉拿出来凉确 葱姜都捞出来 那如果你要放咖喱块的话 就趁这锅汤热热的时候早些放 让它早早先化掉 那你可以尝尝味道 这个时候的汤要偏咸一点 牛肉全部凉确后呢 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那你用多少切多少 剩下的还可以把它冻起来 那我们再开火 等汤煮开 我们下一些粉丝 那粉丝不要放太多 因为它有脏性 太多了就不像汤了 我们把牛肉放入 再煮开它 等再沸腾了 我们就加一些香菜末 这样一锅滴滴倒倒的 咖喱牛肉粉丝汤就完成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